這個軍情局的局長汪熙玲 少將被逮捕 然後軍情局的處長也被逮捕 全部起訴 然後被抓去關在景美看守所 還判刑喔 這個局長跟這個少將跟這個處長 兩個人被關在景美的這個看守所的時候 是特別為他蓋了一棟別墅雙拼的 然後兩個人關在裡面 然後每天家屬可以隨時來會見 林英雄事件就是說我們說過 他是美麗島雜誌社主要的成員 因為他是一個律師 而且他那時候是台灣民選的這個 審議員 審議員 所以等於是台灣的言論領袖 然後又是法律 就是又是職業律師 那時候律師非常少 一年只考個位數 所以律師國民黨 故意不要讓台灣有很多人 所以第一個他不願意開放法律系 所以國民黨的教育裡面 喜歡設公科 商科 文科 他就是不會設法科 特別是法律系 就是不設逼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你念法律系 可能就會知道國民黨違法 規權違法 他不要讓你懂 第二個他只准法律 要律師才可以合法的 代表所有的人去保衛人權 在法庭裡面辯護 一般人除了為自己辯護以外 不能替其他人辯護 除非你有律師身分 所以律師如果大量減少 或是限制他的出身 就可以抑制台灣人 向國民黨要求合法的 司法人權 很簡單嘛 你找不到律師 原來是這樣 然後律師我就跟你說 如果你不聽話的話 我就取消你的律師身分 用這樣瑕疵你 或是說我就迫害你 就像陳水扁那時候做律師 很多人出身上做律師 可能就面臨到這種問題 人家就不會給你暗制 然後你可能面臨到 被取消律師資格 那第二個 很多人想要做律師的工作 譬如說他每年用律師考試 律師高考的方式 每年以各位數的錄取方式 避免法律系 金夠少了 一年才畢業一兩百個 一百多個 然後每年都可以考上的 只有各位數 這樣的話台灣人就不會有很多 可以上法庭 用法庭的方式 像美國的連續劇方式 美國人最愛看法庭劇對不對 然後美國什麼電影 都會有一堆律師 那個是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社會 所以只要你念Low School 考上律師 你就是律師 所以到處遍地都有律師 是非常競爭的 人人都可以找律師來保障 不會說沒有律師 都會有人來服務你 只要給你分帳就可以 台灣光你有案件 你敢接不敢接 都是很大的掙扎 再來就是根本沒有律師可以 沒有幾個律師 然後 那不住了律師怎麼辦呢 除了律師很難考 台灣人沒有辦法考律師之外呢 高考 那時候司法高考的 錄取率非常低以外呢 國民黨還讓軍法官直接轉任律師 就是如果你是軍事法官 你服務一對年限之後 你可以轉律師 上校軍法官就可以轉律師 然後就可以 又可以承接案子 那這些律師基本上 也不會想要接這種人權的 或是對台灣的這個政治有相關 因為本來他就是加害者 過去就是共犯結構 他怎麼可能會來吐自己的臉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台灣以前的司法 究竟很多說 我們也是是法治國家 你們如果不滿 政府覺得哪裡不滿 你們就去告啊 你們可以那個上訴 開玩笑 怎麼可能 早就把你斷掉了 你根本沒有這個知識 我也不准你念這個科系 法律一定要大學以上 專科是沒有的 高職是沒有的 根本大學全國就有二十幾所 三十所左右 大專 根本一般人也沒有法律常識 所謂的法律常識 就是國中 高中課本裡面的三民主義 這個程度而已 就念這幾頁而已 都是在講國民黨 孫中山萬萬歲的 這個哪裡能夠保護你的人權 不可能 所以我們當初是沒有辦法透過這種 一般人是沒有辦法透過這個鬥爭的 來恢復自己的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個 那林義雄先生呢 他本身是一個律師 所以他你知道他社會地位 他是萬中選一的 然後他又是 宜蘭選出來的省議員 所以他又是有實際 人民的信任感 那再來他有從事 美麗島這個閻雜誌的推動 所以他是有策略的 那他所以他被逮捕以後呢 所以我們現在 有的說林義雄先生他在推 用反核有沒有 他常常去絕食 大家有些年輕人就說 憑什麼他絕食我就要聽他 其實因為 很少人知道林義雄先生在 1960年代 對台灣跟70年代 對台灣民主運動的貢獻跟地位 所以你沒有經歷那個 你就不知道林義雄是誰 你就覺得說一個老頭子 為什麼他一天到晚意見那麼多 然後一天到晚在那邊苦行 走路啊 為什麼就要捨不得他 因為你不知道他本來是可以 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 真的 然後他放棄的那一切 還被抓去關 只是因為他要喚起大家的意識 他其實 追求民主 其實都不要你們都不要有意識 他已經站到最高位了 他就繼續替台灣人爽 當中國人買辦就好了 他一定是 國民黨最想要豢養的一隻鷹拳 因為他已經有那麼多人支持他 可是他不乖乖做鷹拳 不跟國民黨配合 硬要惹這個蔣經國不開心 惹王生不開心 你就是自己找麻煩 最後你連律師資格被取消了 還被抓去籠子裡面關 被判了重刑 他是守謀 然後除此之外 你被收押 還沒有判刑的那個過程裡面 你當然每天都被監視 但是這個之前 你被美鳥事件 我們知道是前一年的 民國67年的 民國68年的 這12月嘛 12月10號爆發 事業人權日爆發的 民國69年的這個 這個2月28日 就在他們被收押的時候 在刑事人員密切監視之下 這些美利島的守謀的家庭 都有警總 都有這個憲兵 都有各種單位 這個刑事警察局 或是什麼各種特務機關 都國安局都在監視 多縣監督的 監視的狀況之下呢 竟然有人潛入他們家 然後把他的媽媽 跟他的兩個女兒 雙胞胎女兒 就用刀子刺死 然後有一個運氣比較好的 其中本來是有三個人要死 家裡是有三個小孩 一個媽媽有四個人 就死了三個 有一個重傷被救回來 那林義雄只剩他這個女兒 沒有被刺死 因為林義雄已經被收押 他的太太去探視他 房樹敏去探視他 而家裡留的這個老人家 跟照顧孫子 結果竟然全部都被殺了 有一個幸運救回來 這就是林義雄的 林宅滅門血案 這個地點就是現在的公益教會 這個在大安森林公園對面 你們有空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民主經典 就是在以前我們那時候 念書的時候跟486一樣 國際學社的對面的巷子裡面 那個地方其實是大安區 在那個地方大庭監視密切之下 竟然有人可以進去把他殺人 然後那個嫌犯還可以從容離開 那這個是在滴水不漏的 國民黨軍事特務監督的 國家體制之下 他還是一個受監視者 一般人只要跟他見面 都完全會被之後回家 就會被跟蹤調查 交代你剛剛為什麼去林義雄家 每一通電話都被監聽 我們現在也找到了林義雄被監聽的 所有的電話記錄是長期的 後來這個錄音帶竟然不見了 錄音帶的文字記錄也不完整 這錄音帶完全是每一通都有的 而且還有文字記錄的 可是國安局說已經不見了 因為歷史太悠久 後來在調查的時候不小心遺失了 也很扯竟然可以遺失 然後監視的那個人 竟然沒有人看到離開案是誰 因為凡事以前只要離開都會被跟 然後再問你說你剛剛為什麼要進去 結果到今天為止林義雄案沒有辦法破案 如剛剛老師所說的 你要知道在當時白色恐怖的那種氛圍之下 不要說這些主謀 你知道例如說林義雄先生 對不對不要說這些主謀 連他的朋友連他的家屬 是每一個人都會在我們的那個 在中國國民黨的那些前置單位 密切的那個跟蹤跟監督之下 所以他這很扯就是說 跑進了一個人 把他的媽媽拔起來都殺掉了 那你知道拿刀子去刺 刺下去刀子拔起來或是什麼 他說噴血的啊 對不對 那你一個血人就這樣走出來 然後大家都說他沒看到 沒有注意到警察也沒看到 警種人也沒看到 憲兵也沒看到 什麼人都沒看到 你覺得這是可能的嗎 所以他當初為什麼要來做這個 林義雄的滅門血案 因為剛剛有講過 那個林先生他本身就是一個律師 德高旺山最頂端最TOP 最精華的一個人了 然後他本身又是審議員 又是意見的領袖啊 所以他幹嘛呢 他就是要殺雞儆猴 把你的家人殺掉 所以他太太運氣好 剛好那時候不在 如果那時候在的話 連太太也會被殺掉 然後他來警告 恫嚇所有台灣那些追求民主的人 如果你不乖乖聽話 你的家人就會像林義雄一樣 對不對 家裡的人全部都被殺掉 所以為什麼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要做這些系列 讓我們更多的朋友去了解說 我們以前的很多的一些故事 第一個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當然要了解 我們台灣以前所發生的歷史的故事 第二我們要讓大家來知道 以前國民黨是如何來壓迫 破壞我們台灣 只為了保住他們的政權 對不對 假黨假屁 然後壓榨我們 我們許多的那個台灣的一個民眾 以及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很多的民主 真的是得來不易啊 現在很多人在批評民進黨 他們什麼破壞人權 民進黨有殺了任何一個台灣人嗎 對不對 但是以前中國國民黨殺了多少人啊 所以林義雄這個事件 讓大家非常的憤慨 老師 那我們現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呢 我們現在談到了那個陳博士 也談到了那個林義雄先生 那後面還有沒有什麼一些影響的 一些比較大的一些事件呢 是 林義雄事件就是說 他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他選在2月28日殺人 因為台灣人最怕 最忌諱就是228 所以他就告訴你 228台灣被殺了2萬人嘛 那個已經是30年前 結果你們還 那時候你們敢來跟國民黨爭取 要自決要民主 所以我們就派軍隊來殺了 殺了2萬人 以後台灣人就醬醬了 沒想到你們這些第二代長大以後 忘記你們祖先被殺掉 還敢不乖 我再殺一個林義雄給你看看 而且是選2月28號 把他全家殺光光 完全就是迷你一版的228事件 所以他要傳達這個訊息 所以那件事情有很多人害怕 你以為國民黨為了美國的壓力 因為那時候美國給國民黨 獎金管他壓力就是說 那個 你不要太過分 這個人家這就是民主運動 於美國的那個民主黨人士 要要求要公開審判 對對你不可以 你要保護他的人權 你不可以亂殺 這個違反我們美國 不能夠支持這個獨裁國家 你起碼樣子要做一下 你如果按照你國民黨定的法律 全部都要槍斃嘛 全部都是唯一死刑 所以美國很在意這件事 派人來 美國國會也好 美國政府 國務院發表很大的嚴重的關切 所以呢 後來這些沒有一個人被判死刑 所以就是斯密德被判無期徒刑 就是最多只能判無期徒刑 因為美國的壓力嘛 但是在這個審判過程裡面 美國一直在施壓說 你不可以這個擴大 豬聯無辜 而且你不可以只用死刑 來對付這些政治異議者而已 他們不過是良心犯 他們是爭取 國際該有的人權 現在沒有道理也是你 他事實上並沒有要顛覆你 他只是覺得你不可以霸佔權力嘛 你不可以用這個 你認為你自己 一方面適性的這種軍事法規 然後單方面獨裁方式來濫用這個刑法 那這個情況之下 國民黨方面 等於是當時的威權政府方面 他就派出了特務 他說你以為 法官 軍法官 中央政府受限於美國壓力 我把你關在籠子裡 我就不能把你判死刑嗎 我還是有辦法 叫黑道或是殺職業殺手 或是特勤人員 到你家把你全家殺光光 根本不需要顧慮美國的壓力 因為這波不是政府殺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誰殺的 搞不好是你們黨外 自己恩怨 報復或是情殺或是財殺 關我屁事 反正他就被殺了 我就用這樣來對美國交代 看你們黨外能怎麼樣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很害怕 那因為中央政府 國民黨政府 這件事情其實是放任的 所以故意不查出來 因為就是自己幹的 所以才會爆發 但國民黨後面終於吃虧 因為這件事情 響經國不得不讓步 整個美麗島起訴那麼多人死刑 最後法官只能判無期徒刑 最高大部分都是判八年十年 像陳菊他們 呂秀蓮 最被判最嚴重的就是 就是這個施明德 是這個無期徒刑 所以其實他們被美國的壓力 等於妥協 可是他們非常不甘願 而且他們放任了美麗島 被起訴人 受難人的家屬 被在二二八屠殺的這件事情 放任了情治機關做的這件事情 或叫黑道去做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認為這樣做美國管不了 而且台灣人會怕有效 所以沒有幾年 那個國民黨就派人去 派了這個國安局就訓練 軍情局就訓練了 竹聯邦的劉宜良 包括白朗也是其中一個 但他們有下手 是陳其裡帶了董志森 其他有三個人 吳敦他們去美國加州下手 殺了原來是國民黨的 政公幹校訓練出來的 這個一個作家叫 名叫江南的劉宜良 他在香港要準備 要出版了一本這個蔣經國傳 那其實不是他之後還要準備出版 寫宋美齡 這是蔣經國的這個祭母 宋美齡的這個宋美齡傳 也準備要出版 那他拒絕被收買 他不願意賣掉這個版權 不願意拿錢放棄出版 所以這因為又傷害蔣經國 裡面有談到蔣經國有婚外情 就是有張雅若這個事情 蔣經國的一些醜聞之外 還準備繼續揭露 這個宋美齡的醜聞 所以變成國民黨這個政權的 這個神聖性 神聖的面貌 純潔的面貌 就完全要被撕裂了 表面上道貌岸然 叫人家禮異廉恥 後面也是 滿肚子難道擬擬昭 對對也是照幹 然後連這件事情也是都有 那你憑什麼要求 好像你們從中國來的 高道德標準 我們台灣人都是很下賤 你們都是 我們都是這樣 其實你不但也在做 還做得更誇張 還不准人家講 那這個人 因為劉一揚本身是正公幹校的 以前是跟國民黨受訓出來 寫這個文章的文藝寫手 所以他也非常 洞喜國民黨內部那一套 所以他就變成國民黨認為說 你以前是喝我們奶水長大 你就背叛了我們 這個叫罪嫁一等 然後你又這個 竟然侮辱領袖 還有侮辱領袖夫人 這個國母 這個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有人就要去制裁他 那當然這個事情被認為 到現在為止主要被認為是 是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武 其實當時你大家傳聞最多的是 如果蔣家會繼承就是有蔣孝武 因為蔣孝武很早就喪失能力 他有糖尿病或是他有其他的疾病 這個不太確定 因為我們沒有證據 反正他體力已經不能夠正常 這個思考 這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到底他什麼病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在這裡 會涉及人家的隱私 不過他確實是沒有那個能力的 體力非常弱 所以他很早就死了 比蔣經國早死很多 那蔣孝武被認為是身體健康 最像他爸爸的 一定會接班 他也非常積極 所以他後來在李登輝總統的時候 也曾經擔任過這個駐新加坡代表 這個就是 然後他在蔣經國的時候 極力栽培他 他做了蔣經國做過的一個位置 就是總統府的國安會議的秘書 也就是國安會議的秘書 這個職務就是由蔣經國創立的 做蔣介石的蔣中正獨裁者的秘書 那他的工作就是 所有的公文都要經過他在報給蔣中正 所以以前蔣孝武就是做的工作 就是說所有的匯報 就是要經過他在跟他爸爸承保 所以他等於是他爸爸的代理太子 這樣就是太子了 等於說什麼機要他都可以看 第二個 國家安會會議主管 警察 憲兵 特務 包括黨部的海工會 陸工會 其實國民黨內部也有特務組織 做中國工作的就是陸工會 做海外統戰 海外針對台獨跟海外的 在美國的情報工作的就是海工會 國民黨內部也有兩個特務組織 然後還有國防部還有軍情局 還有憲兵 憲調組 還有總統府還有國安局 然後法務部還有調查局 然後內政部還有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 唸不完了 太多了 其實還有救國團 超多的根本講不完 你知道這些東西最後這個情報跟判斷 匯報都是要匯報到蔣孝武手上 所以蔣孝武掌握了所有的情治機關 那麼據說就是在蔣孝武的受益之下 據說啦 那時候很多人都是報導 黨外雜誌也這樣寫 後面也不認為是 因為我從後面的結果也知道是這樣 美國也是這樣認可的 就是說他去找軍情局 要自殺掉這個劉怡良 楊虎門楊局長 對那時候的軍情局局長汪西林 汪西林 對是汪西林 然後副局長陳虎門 處長陳虎門 局長找了處長 軍情局的處長 然後陳虎門上校 然後他們找了竹聯邦的 因為竹聯邦一開始是外省卦 主要是中國來的第二代 所以他們很多人還有 也濃厚的中國的 中國義士 而且效忠黨國 很多也是孤兒 就是黨國的孤兒 所以他們就很多人都被培訓到情報單位 情治單位的很多嘛 就是優先這個栽培 吸收的 那麼他們又找到了這個陳其禮 那時候是竹聯邦 白朗陳其禮是竹聯邦 在永和創立的時候 竹聯邦從永和創立的竹聯聯盟 其實就是一個外省掛的青少年不良組織 一開始是這樣啦 那他們其實也是跟就被這個軍情局所吸收 被這個等於黨國所吸收 然後他們就是說要透過他們的手用民間的力量到美國去制裁 殺人啊 等於說是去當殺手 去找黑道去當殺手 所以他們被送到這個楊明山的國安局受訓 最後就是給他槍去美國這個去執行嘛 在美國交付他槍去執行 這件事情後來因為殺掉以後被美國抓到了 美國破獲 因為劉一良已經是美國公民了 他已經移民美國了 所以劉一良被美國被家裡出來跑步的時候 被騎腳踏車的這三個人殺死以後呢 美國後來破獲了把他抓到了 抓到以後包括有個逃到巴西 從巴西被引渡回來 就董貴生 然後有從台灣 那台灣這邊也有被逮捕的 就台灣沒有辦法交付他 這個就因為他們已經先逃回台灣 後面才查出來的嘛 然後台灣這些也 竹聯邦的參與者也被 也被美國要求說要 強反 對對對他們要求是 那麼在這個事件 嚴重化之前 蔣經國跟這個 蔣孝武這些人還有情治單位 怕事情鬧大 於是進行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影響台灣現在社會 一清專案 你怎麼那麼內行 其實一清專案不是為了抓黑道 因為黑道台灣到現在還蠻多的 像台中市地上剪刀都有槍 台南也在火拼對不對 黑道哪裡一清就可以解決了 根本台灣黑道 從荷蘭時代以來 鄭之隆就是海道嘛 就陸道跟海道的故鄉就是台灣 台灣絕對不可能劈 消滅黑道 因為台灣就是黑道的後代嘛 根本就是這樣嘛 我們的DNA就有了 所以蔣經國會對付黑道是因為要用一個理由 把這些幫派的領袖先抓到綠島 隔離起來 這樣他們就不會供出來 或是自白 或是怕被滅口 所以突然用直升機全部運到一夕之間 那個疫情專案是很誇張的 一個禮拜之內一夕之間所有黑道大哥 全部被集中到綠島 這有史以來最閃電的行動 因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台灣辦過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壓力是因為江南案 那陳其立也因為這樣被抓了 那但是那些人擔心 蔣經國會滅口他們 聽說有一選錄音帶 就是白朗拿出來的 對 就是說你既然做了疫情專案 到底疫情專案是要保護這些人 不要被送到美國 還是為了要交代美國 所以要把這些人送到美國 甚至為了要怕送到美國 還會供出其他的詳情 直接在綠島把他滅口都有可能 所以白朗他們很擔心 就趕快提供錄音帶交給美國政府 就公布了這個事情 其實是由台灣的蔣經國政府所指揮的 是一個國際性的政治謀殺案 並不是一般的黑道謀殺的這種刑事案件 哇這個事情又鬧大 因為這樣劉一良的這個太太崔榮茲 就在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提起訴訟 這也是一個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故事 後來我們賠了幾百萬美金給劉一良 這個是台灣人的納稅血汗錢 也就是蔣家為了要有人講他壞話 就去把人家殺掉 最後呢他竟然派人去美國殺人 殺掉以後竟然叫台灣人 好像賠了四百萬美金給那個人 是拿我們的納稅錢 我爸爸的納稅錢去賠這個莫名其妙 是講你媽媽壞話 講你爸爸壞話 阿嬤壞話關我什麼事 我們要幫你賠錢 我想了就不甘願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在當時你看有多誇張 對不對 那時候的總統是誰 蔣經國 他的兒子呢就是太子 就是那個蔣孝武 對不對 用命令 只因為人家有一個作者 他是一個已經是美國籍 美國的公民 他想要他要寫一本蔣經國的 已經出版了 已經出版了 他出版的這些 所以呢在台灣這些當權者 他覺得說你受到了侮辱的時候羞辱 就派黑道然後訓練黑道 到美國去把他給殺掉 給他給暗殺掉 你看這多扯 真的是扯爆了 對美國完全受不了這些事情 所以蔣經國會民主化 是跟江南愛有關係的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人覺得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誰都不能剝奪的 結果國民黨派殺手去美國殺美國人 因為美國人在美國主張言論自由 就竟然被幹掉 這美國完全崩潰了 完全受不了 所以從此對蔣經國政府 非常不懷好意 強迫他 你趕快給我民主化 而且我受不了了 所以美國政府要 蔣經國最後的善後方式 為什麼這個絕對是蔣經國跟蔣 這個 至少是蔣經國的兒子 絕對直接相關 也許跟蔣經國本人沒關 因為這件事情的解決方式 是蔣孝武離開國安會議的秘書的 這個太子的位置 跟情質最高的投資的位置 被派到新加坡去 外放離開台灣的政局 蔣孝武就離開了 然後軍情局長被 這個軍情局的局長汪西林 少將被逮捕 然後那個軍情局的這個處長 也被逮捕 全部起訴 然後被抓去關在金美看守所 還判刑喔 但是因為這兩個判刑 我們為什麼說這是國家謀殺 這個美國也沒有冤枉 因為這個局長跟這個少將跟這個處長 兩個人被關在 景美的這個軍看守所的時候 是特別為他蓋了兩個 蓋了一棟別墅雙拼的 然後兩個人關在裡面 然後每天家屬可以隨時來會見 然後每個這個假日 還可以來住 所以他是一棟 然後門口還有戰衛兵 所以他 對美國人說 這個人有被判刑的 然後也被關在裡面 事實上是關在裡面的別墅 他只是不能回家而已 可能他的家人隨時可以來 還可以來過夜 這件事情我也記得 在當時被爆出來之後 因為就有人看不下去了 爆出來了 但是你要知道 那時候的台灣 其實就跟現在的中國一樣 對不對 現在的中國 你任何的你在微博啊什麼 你是批評任何的東西 都會被消音 而且很快公安就到你 他就把你逮捕了 那時候在台灣呢 你看那個爆章雜誌 全部都是中國 全部都是蔣經國 中國國民黨控制的 所以大家只能利用口耳口語去 但是還是傳得非常的開會 真的踢爆 那時候因為還是有很多 黨外的那些雜誌嘛 還是把這件事情給批判出來了 所以他這些人你看看 他派人去殺人 你知道嗎 你批評我 我可能我就告你嘛 你現在的法治不就是這樣 你覺得你被受到的一些羞辱的 你就用法律訴訟 但是在以前那樣 那國民黨他們是 你批評我就把你殺掉耶 然後判那個下令的這些官員呢 被判入獄之後 他是蓋了兩棟豪華 很精美很舒適的別墅給他 門口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 還有什麼 還有衛兵 所以扯不扯 那台灣人你生氣嗎 就是說他要判你刑 以前我們在令書的時候說三級三審 結果三級三審是考試用的 因為國民黨是用戒嚴法 只有兩級制 而且我們法官是用抽籤的 然後是何議廷 然後軍法官不是 是用指派的 所以指派他就派要判你刑的 而且他奉命審判 奉命起訴 奉命不起訴 奉命辯護 奉命不辯護 對不對 所以就是第二個 我們戒嚴法規定 這個如果戒嚴結束之後 可以要求重審 如果你不服 因為戒嚴是緊急狀態 我們戒嚴法要解除的時候 蔣經國的時候還通過國安法說 戒嚴法規定說 之後可以救濟的這個部分 這個訓政時期規定了 還規定說 但是台灣的戒嚴法 如果戒嚴結束以後 被判刑的內容都不得上訴 所以你根本就 台灣是號稱什麼民主燈塔 什麼自由的長城 完全是唬爛的啊 那個講公經驗科 寫的內容 台灣所有的法律 都是考試用的嘛 因為他根本那個法官是用派的 是軍法官 一般法官會不會沒有用 第二個他說三級三審 你可以上訴 你根本不能上訴 然後你也沒有 都軍法官 然後辯護律師也是有指定的 那個軍法官 指定幫你辯護的方式 他就說他要認罪他沒意見 他就幫你處理掉 這個就現在我們促轉會 在處理的問題 那麼就算是受到美國壓力 這個人坐姦犯科 真的被抓去判刑關了 他也是可以 關了以後在裡面吃香喝辣 喝紅酒 然後跟家人晚上睡覺 抱老婆 抱小孩 抱孫子 照樣在裡面過日子 而且那個地方 我特別去看 各位那個地方 現在叫做景美人權博物館 是開放的 看了節目以後 有空到景美去做一做 做到這個大坪林 逛過去看 你就知道那個別墅 比你家現在還大 對台北市大多數人來加 都還沒那麼大 然後裡面還有沙發 然後還共用一個客廳 然後還有自己的浴室 都是單獨的 什麼時候那個監獄 有這一種的 這其實就是一個軟禁 隔離而已 而且重點是他還沒關到一年 後來就放他走了 所以他完全是 如果沒有蔣經國 國家元首受益 誰在法院判決的結果以後 我可以說 你關我沒關係 可是我要再關在我家 然後我要享受 然後我要這樣什麼都可以 沒有這種人的啦 只有中華民國戒嚴時代 才有這種東西啦 這種 所以你以為有人判刑 他國民黨犯法是判兩年 你判三年也應該啊 很公平啊 沒有你判三年真的送到綠島關 他判兩年齁 是關在那邊 然後關三分之一 又放他出來 而且他每天 太太都去抱他 兒子都去找他 然後晚上六日 還可以在那邊過夜 繼續一起睡 你有這樣這麼好康了嗎 然後你送去綠島 是做重勞動 在那邊砍樹搬石頭 不小心還被毒蛇咬了石翹翹 然後你老婆小孩要看你 還要買機票 買車票 然後繞台灣一圈以後 做嘟嘟嘟嘟嘟嘟到台東 然後再坐那個漁船 這樣混過去 然後遇到颱風還回不來 吐得滿船 最後看了 接近一半 二十分鐘 然後送個東西 還要把你的蛋糕 然後你的雞腿搓爛看裡面有藏東西 然後還割著玻璃看不到他 然後就回來了 這樣就搞好幾天 我因為有訪問過受刑人 你知道那個多悲慘 這個家屬見面就是一個月一次 然後就搞到半小時一小時 然後有時候裡面不關 還不跟你見面 然後東西還拿不到 還摸不到你的體溫 摸不到他的臉 然後就是這樣看完 人家國民黨犯罪 關起來是全家團員也住在那裡 等於不用上班領薪水 對不對 這是什麼司法提示啊 聽了陳老師這一集之後 如果你在敢在我的面前講說 台灣的民主是因為蔣經國開放 然後對於台灣的一個民主 他是有貢獻的 我只能說你他媽的吃大便啊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很多促轉會 解密了很多當年的很多的資料 台灣在以前的蔣介石 跟蔣經國的這個時代呢 他們真是想殺誰 想槍斃誰就槍斃誰啊 所以你看以前台灣 你看被這些喔 中國國民黨真的是喔 欺凌到喔 無可 真的是人神共憤的地步 那今天因為限於時間的關係喔 這美麗島事件呢 我們今天也請陳老師 跟我們分享了幾個喔 就是影響非常大 非常深遠的一些事件 一些案件 那各位你可能會覺得說 過去的事情過去就過去了嘛 但是我們今天要求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正義 我們有太多的受害者 但是我們居然找不到誰是加害者 不管是在以前德國的納粹 或者是許多的這個國際的很多事件當中 這是太荒謬了 那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也非常謝謝 陳老師今天也跟我們講了非常多 當然因為真的限於時間 我們下次再來談談 還有一些例如說 影響比較深遠 比較近代的一些 例如說野百合 那例如說太陽花的一些學運 那我們今天時間關係 也謝謝陳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